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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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ello 大家好 歡迎大家回到黎明杰新時代頻道 我是劉文杰 今集會和大家去講一講 繼續講講俄污的戰士 因為我覺得他們現在已經進入了一個超級白熱化階段 甚至乎他們所做的事在未來子裡可能會影響我們 是影響到我們 全球人類 俄羅斯他們宣布 他們將會打造一個抗核的防空洞 即是核彈打下來都不怕的防空洞 無情情為何要核彈打過去呢 很明顯他正在準備的東西是核戰 第三次世界核戰不是大戰 我覺得是 稍後會和大家去講一講 我覺得這件事挺令人害怕的 然後俄羅斯那邊也同一時間 擴建一個燃料廠 希望可以量產導彈 但其實量產的是導彈還是核彈呢 我也真的不知道 但是昨天如果大家有看文潔的直播的話 大家就會知道其實現在 我的戰士已經是非常緊張 進入了最後的互相攻擊的階段和狀態 整件事是怎樣 我們稍後一起去看看 在影片開始之前 希望大家可以分享 讚好留言訂閱 文潔新時代頻道 記得按鈴鐺按鈴鐺 選個全部 大家就不會錯過任何的一段影片 俄羅斯那邊在日前宣布 他們將會大規模地打造 抗核的防空洞 烏克蘭就說 你是否這樣預備第三次世界大戰呢 其實大家知道 普京老早就已經說了 你們這樣西方國家是否要升級戰士 你們被他打俄羅斯 是不是想著 我也打完你們 我打完你們 你們就打第三次世界大戰 這樣 這件事是越來越接近 但我覺得 這個不是第三次世界大戰 我覺得因為 它不是大戰那麼簡單 它是核戰 真的 真的 美國就批准烏克蘭是用美國制的 長程導彈 打俄羅斯境外 而 烏克蘭真的用了美國制的長程導彈 去打俄羅斯 在這件事之後 俄羅斯隨即宣布 開始大規模生產具有 抗核輻射能力的導彈的 一個防空洞 即是那些 帶有核彈頭的導彈 打不難它 這樣 烏克蘭媒體就說 喂 這樣 是不是俄羅斯為了要 做第三次世界大戰 而做一些準備呢 這樣 可能是 都不出奇 但是這個第三次世界大戰 是誰挑釁的 不如俄羅斯你想想 不如快快快快快快 就下某國 更好 反正你一下就下某國 這樣 烏克蘭也沒有話說 對不對 不能再說 其他國家又被你震懾到 不如你試試 你不要害到大家 對吧 綜合了很多外國媒體的報道 俄羅斯的聯邦政府 他們緊急情況部 核下的俄羅斯民防及緊急情況科學研究所 他們在日前發了聲明 就說 他們宣佈現在開始大量製造一些 KUBM行動的防空洞 那這個究竟是甚麼呢 KUBM的防空洞 堪稱是一款 最新的抗核避難所 抗核輻難所 據稱它可以抵禦核爆 散發出來的衝擊波 以及輻射 核爆也沒有事 為到在裏面避難的民眾 最少可以提供48小時的保護 你怎樣炸48小時都不爛 聲明裏也列出 它可以抵禦到三種不同的威脅 包括常規武器爆炸 炸彈的爆炸碎片等等 建築物掉下來的殘骸 核爆也能防止 這些你怎會防不到呢 還有可以抵抗到 危險化學物質和火燒 都沒問題 這個真是很厲害 如果它量產到 我覺得它簡直可以拿去賣 這個KUMB的行動避難鎖 它的外形就像一個加強版的貨櫃 每個避難鎖 是由兩個模組組成 最多可以容納 五十四個人和一個技術區 裡面有廁所 有過濾裝置 有柴油發電機 還可以額外增加多些模組 即是本身有兩個模組 即是造成的 加下去 整條火車這樣 或者周圍拼拼拼拼拼拼拼 一大塊都可以 沒問題 他們那個 民防及緊急情況科學研究所就說 這一款的行動避難鎖 其實就是具有多功能的一個結構 這個的結構是可以抵禦天然災害和人為事件 堪稱世界上最厲害的東西 現在是進一步改善民眾安全的重要一步 這個研究所也特別強調了KUMB KUMB的避難鎖的移動性 它是能夠輕輕鬆鬆地由一輛貨櫃車 就運出鎖走 並且連上一個供水系統 也可以在俄斯最北的永凍地方使用 都沒有問題 怎麼動都沒事 而這個民防及緊急情況研究科學研究所 就沒有說明 為什麼他們現在要宣布大量生產 KUMB的移動避難鎖 它沒有說過 說真的 它不說才引發起大家要害怕 它說 它都說 我用來做一個買賣 純粹賣給別人 你們哪個國家或什麼人需要的 自己買吧 那些富豪 你放在家裡也不錯 那些富豪會買 這個也變成一個商品 大家不會那麼害怕 但是正因為它不告訴你 它為什麼要搞這些事情 大家才害怕 聲明裡面也沒有說到 任何的特定災難或威脅 就是你要是 預防美西方 預防烏克蘭 預防什麼 但是路透社的評論就說 幾日前 美國才批准烏克蘭用 美國製的長程導彈 陸軍戰術導彈系統 用它的導彈去打擊俄羅斯的本土 時機 這個時間說這些出來 令人覺得 你好像跟戰爭有關 不是商議 不是天災 不是城外 主要報導的 烏克蘭國防事務的烏克蘭媒體 防務快報就說 因應美國 放行烏克蘭用長程導彈打俄羅斯 俄羅斯的總統普京 所以正式簽了法令 批准名為 俄聯邦核威懾國家政策 基本原則的新版核武準則 降低用核武門檻和時機點 藉此之際再宣佈大量避難所 抗核防空洞等 可以視為俄羅斯正在為第三次世界大戰做準備 但為何俄羅斯又要為第三次世界大戰做準備 就是因為美國和烏仔 說真的打橫打 你不要弄我們中國 真的 你不要弄我們中國 OK 很麻煩這些事情 聽到都覺得麻煩 跟著同一時間 俄羅斯那邊做的動作 不單止是做這些可移動的防空洞 也不是批准用核武 各方面的事情 不單止是這樣 這件事我也很擔心 因為他現在在擴建工廠 當然他擴建工廠是有他的理由的 因為現在烏烏戰士正在打 也不知到何時 雖然特朗普上場之後 可能會很快將俄羅斯戰士暫停下來 但是是否真的這麼快 是否真的這麼有速度 我都抱有疑問 以及普京是否真的答應 到時這個烏仔是否真的 這麼順滑呢 都是一個很大的疑問 所以俄羅斯在擴建工廠 他現在希望可以增加固態燃料導彈的數量 固態燃料導彈的數量 即是說 他搞這些工廠的目標 目的就是 希望可以增加多些他們造出來的導彈 即是說他們是希望 或者叫做準備 繼續打下去 他不是這麼快就跟你說 哎呀算吧 或者是怎樣搶灘搶完灘就算數 好像不是 在俄羅斯戰士 進入一個更加白熱化的 互相攻擊階段的時候 根據最新的衛星圖片顯示 俄羅斯在近月大規模地 去擴建五座生產固態燃料導彈引擎設備的設施 目斯科 即是報道 目斯科 即是俄羅斯 很大機會計劃大幅提升到等數量 藉此去推動烏克蘭的戰事 我不知道大家記不記得我昨晚有跟大家說過 就是說 美國他們收到一些情報回來 接下來烏克蘭就糟糕了 為甚麼呢 因為 俄羅斯是很大機會會大規模地 空襲烏克蘭和基庫 基庫就是他們的首都 所以 美國也是急到賴市地去關閉了基庫的大使館 為甚麼他們這麼急地關閉基庫大使館 其實早前也試過 關閉了伊朗的大使館 結果伊朗怎樣 畢然就在白雷爵 這次可能 俄羅斯是會用史無前例的導彈 去炸基庫的 而美國也是無能為力 而美國也知道烏克蘭是無能為力 如果不是的話 其實美國只要做一件事就可以了 給它多些防空系統 就可以了 給它多些防空導彈 叫輪郭等等 支援烏克蘭 給它多些 讓它自己打回導彈下來 這樣就可以了 但美國沒有這樣做到 為甚麼呢 是直接關閉了他們自己 基庫的大使館 如果是的話 應該派一些航空母艦 過來幫忙頂一下就可以了 沒有 為甚麼呢 因為他們知道 今次俄羅斯應該不是說玩 他們真的應該用 最大型的空閘 最大型的導彈數量 去攻擊這個 哇 英國智庫國際戰略研究所的研究人員 早前就根據俄羅斯他們的媒體報道 和美國的中央情報局CIA解密文件 就確定俄羅斯生產固態燃料導彈引擎 設施的所在位置 分別是在阿爾泰共和國 和羅斯托富 還有皮爾武士這幾個不同的地方 當然可能會有更多支不同的地方 不過 他們未必能夠這麼容易發現到 為甚麼要生產多這麼多呢 因為他們要快些 做多些導彈出來 那時候一年前 美國又說 兩年前 美國又說 沒有了 俄羅斯玩完了 沒有導彈 結果人家有六千多支 然後一年前又說 沒有了 沒有導彈 結果人家過萬支 越打越多導彈 那現在他們在做甚麼呢 再增加多些 如果 我可以想 上一次飛了120支導彈過去幾乎 他已經是牙痛的聲音 那如果 飛一千支過去 那 俄羅斯會怎樣呢 他保不保得自己呢 是不是 黎子山可不可以過去再拍過呢 是咯 嘩 即是如果拍到 直播到飛彈 逐支炸過來的時候 我想 這個值得一看 黎子山再去過 唉 鼓勵他 不要就此放棄 現在去 剛剛好 那報道就 檢視上述的地方 7月 9月和10月拍到的衛星影像顯示 英國媒體發現 五座的設施 旁邊的植物 都被清除了 並且 展開大規模的興建工程 現在才做廠 你想想 現在做完廠之後 那些導彈飛彈 如果真的 他們預計 這麼快可以和談成功的話 那這些導彈飛彈還有用嗎 沒有 那這些廠 輕建來了的意義嗎 沒有 即是說 普京所謂的和談 其實都只是免償功夫 實際上 他的想法 不是真的和你純粹和談 這麼簡單 不知道大家怎麼看 歡迎大家在下面留言告訴大家 你怎麼看這件事 今集的時間就差不多了 在影片完結之前 希望大家可以分享 讚好留言訂閱 要文藉新時代頻道 記得按鈴鐺 選個全部 這樣大家就不會錯過任何的一段影片 我們下集再見 多謝大家 拜拜